親自的就是 我身邊的人最近做了很多余的事 寫了一篇文章 講了你做的發言物 寫了一篇文章 煽動人到集會 要求普選 不是 你說清楚 我是煽動人違法 是啊 那是離譜的 你什麼事呢 你 自己又不去 我不去 我還未開 現在這個疫情未發生 我發生我會去 發生我會去 大家可能聽不明白 最近有一個法律學者 一個很尊敬的一個人 叫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的講師 他就說 發動寫了一篇文章 發動一件事 就是一萬人佔領中環去爭取普選 我以為你是執異他 我執異他 他才是發動者 然後我就支持他 寫了一些東西在我的Facebook 然後也寫了一篇文章上去蘋果那裡 真厲害 那些文人真是很奇怪 我們去搞革命了 好嗎 大家去搞吧 好啊 你搞我就會來 第三 我說 好啊 你兩個搞我也會來 第四 我說 你三個九個都會來 所以就沒有人來 怎麼會 我一定去 不是 先講清楚 這個不要開玩笑 這件事 我很嚴肅這麼說 我一定會去 這個一萬人 我過去也不是一個激進派 遊行示威 我都是較少參與的 而今次戴耀廷所提出的東西 亦是說 他希望一些過去不是激進的人 或者沒有被 label 為激進的人 可以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舉例 由激進派引導的一次公民抗命 大家可能產生不到一個信息 一個強烈的信息 但是你搞這個一萬人在政府集會 不是政府 佔命中環 是產生一個效果的公民抗命是什麼呢 就是源自於不合作運動 就是說因為我們都說過 由八百直選到現在 沒有美飛台 現在特首就兩段在施政報告 也可以看得出 現在如果梁振英繼續在位的時候 你知道普選可以說是遙遙無期 真普選是我們所說的 所以呢 戴耀廷所提出的一件事就是說 無論議會內或者議會外 所有的方法都是證實無效的 立法會已經譚患了 至於所謂激進派的 無論拉布 你也遲早會修例的 拉布拉不到 就算被你拉到 沒用 所以你看到 他拉布只是阻止對方的立法程序 可能不夠令到你自己提出的立法 令到你商務普選出現 是的 他直接負面行動 就不夠積極行動 所以去到如果舉例而已 只不過我們不是鼓勵別人 動輒去違法 動輒去公民抗命 而是當一個asio 你是認同的 是一個重要 是一個關鍵時刻 各方面的配合 你覺得 是要用公民抗命的手法 來爭取的時候 這是符合法治社會的精神 因為戴耀廷 我也介紹過他本書 叫做法治心裡面 叫做以法達義 不是依法治國 依法治什麼 是以法達義 而意是什麼呢 意就是我們所說的核心價值 而民主 自由之下 下面就是一個叫做民主的社會 如果沒有民主 你看到香港今時今日 這樣的狀況 核心的 深層次矛盾在哪裡呢 是我所相信的 深層次矛盾是政治制度 畸形的政治制度 所以如果不解決 社會就會撕裂 政府和人民之間 是採用一個對抗的狀態 你估計如果真的成功爭取 雙普選的社會會變成怎樣 是不是會好了呢 應該是會好了 為甚麼 我相信 因為在這個所謂的 始終現在的施政 我們說 當然梁振英是有他的問題 但是 其實誰上這個位 都是施政困難的 我為甚麼會問這個問題呢 阿大俠 就是 太過單純了 因為很簡單 台灣 本身是一個 你承不承認他也好 他的整個普選 是很獨立的 即是說他不是隸屬 上面還有一個叫做 更高的權力架構幫他釋法 雖然說中國現在想收回台灣 但是 中國現在暫時沒有權 幫台灣釋法 但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地方 這個不是一個獨立的地方 你普選出來的特首 是不是就等於民意選了 就OK呢 他又需要跟中央配合 這是一個微妙之處 其他地方不會出現 我一向都是這個立場 老實說 一步一步來 意思是甚麼 你不要以為有了普選 之後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 不是 我一向都不是支持 我一個重點在這裏 重點是說 在全世界普選制度裏面 我選了這個政府出來 這個領袖出來 他成為一個政府 他自己獨立運作 去做一些政制的事 即施政等等的事 但香港不是 香港選出來之後 大家不要這麼幼稚的想法 選出來是不是我們香港 完全獨立可以施政呢 不行 因為他還要有一個上面的北大人 不是不是 這個 如果要講的話 要講半個小時後就講不完 這個所謂的 你相不相信 你香港人自己 我寫過一篇文章就是 你相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爭取到一些東西 你就是首先選擇不相信 不是不是不是 我講過涉及到什麼呢 我講過客觀環境的生態 有所不同 我指出 客觀環境我不是自知不理 但是如果你對政治現實的分析 影響了你的抗爭行動的時候 你永遠沒有抗爭的 我們這個節目講過多次 就是講你曾經支持普選 要進行普選 盡快進行普選 我一向都支持 我簽名支持直選 但是我們現在唯一一件事就是 當你要爭取落實普選的時候 你用什麼方法這個問題 這個方法 現在我就說 我為什麼贊成戴耀廷那八點的主張 有綱領的 有行動綱領 就是完事之後 大家不要回家喝茶吃個包 去警署自首 去警署自首 接受法律制裁 這一點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你抗爭運動裡面 完了之後回去喝杯茶吃個包 或者人家檢控你的時候 政治檢控你的時候 我不買這一套 要付代價的 這個代價說真的 這是很輕微的代價 回去喝杯茶吃個包 三個月後 警方出來抓你 因為三個月前 你在那裡飛過集會 你走出來就說 這是政治迫害 你預料了 不會 我現在只是走多一步 戴耀廷說得很好 走多一步 去自首 又透過自首來什麼呢 去宣揚你的政治主張 抗爭這件事情 我經常都強 跟政治現實 是不可以保持這麼近的距離的 如果你相信了政治分析家 告訴你一些東西 沒用 勞不可破 諸如此類 你永遠不會有行動 今時今日香港 是需要一些 類近像戴耀廷這些人站出來 以及類近這一種的 較為激烈 但是非暴力 有一種公民抗民強度